原警使勁力氣將男子從火場拉出來 但火場高溫加上濃煙嗆鼻 讓毫無裝備的原警也忍不住大聲嘶吼 全身皮膚紅腫焦黑 男子痛苦哀嚎 而一旁陷入火海的鄉行車 更傳出爆炸聲響 情況危急 救護人員將男子緊急送醫 全身百分之百三度燒藏傷 性命垂危 而現場留有好幾罐寶特空瓶 原來他半夜騎車到陸橋下營火 整個人燒成一團火球 但男子送醫後 警方一度便尋不著他的家人 我們同仁到了商者住宿 按了電影之後 大約一分鐘的時間 就聽到外面蹦的一聲 男子凌晨2點50分 在陸橋旁被發現 而他的太太在一個多小時後 聽到遠景按門鈴竟然縱聲 從酒樓一躍而下 傷重不治 警方在死者房間內 找到留給兒女的遺書 其中寫道 很抱歉 我們用此方式離開 不想拖累你們 做雜貨虧太多 桑林一切從檢 最後提醒兒女要拋棄繼承 欠還的部分 之前是有到達兩千萬的債務的問題 經營閩店的夫妻不堪兩千萬債務 分別用激進的方式親身 夫妻倆一死一重傷 突如其來的噩耗 讓家屬該如何承受 記者林正業賴薇佐高雄報導